北京地铁巨亏240亿 每天都拥挤不堪的地铁 到头来却亏得一塌糊涂 在全国开通地铁的50多个城市当中 即有5个城市实现盈利 爆满的地铁为何总亏钱 即便是亏钱 有的城市还想挤破头皮修建地铁 中国的地铁是越见越亏 越亏越见 在近十年时间里 中国地铁的兴起 犹如炽热的太阳般耀眼夺目 给这个国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通革命 那熄壤的人潮望眼欲穿 仿佛永远都记不完 一时间地铁就像是当红明星般 备受瞩目 成为了国人追捧的新宠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地铁线路遍布城乡 车厢内被塞得水泄不通时 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 开始在人们心头蔓延开来 这个曾经意义生辉的行业 竟在不知不觉间 陷入了疯狂亏损的泥潭 坐过地铁的人都清楚 在北京早晚高峰的时候 北京地铁里的人多到不行 鞋背挤掉也并不是开玩笑而已 然而就是这天天都把每节车厢 塞得满满当当的北京地铁 实际上一直都在赔本运营 据统计 北京地铁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就亏了超过240亿人民币 差不多一天就要亏掉7000万 紧随其后的杭州和重庆也不甘失弱 亏损额也差不多达到百亿级别 面对如此巨大的亏损 这些城市全得靠国家政府给补贴才能撑着 而作为亏损额最大的北京地铁 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 短短数年时间 这个曾经被捧为新宠的交通工具 就这样狼独不堪 引发了人们的无限唏嘘与惋惜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 感觉地铁是国内特别现代化的出行方式 并且每天还有这么多人乘坐 它的运营效益应该挺不错才对 怎么如此多的地铁都在赔钱呢 人们也不禁开始疑惑 咱们国家地铁未来的路到底在何方呢 说起中国的地铁 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地铁事业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各地城市政府纷纷看到了地铁发展的前景 投入重金大兴土木 其中作为首都的北京 可谓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短短几年时间内 多条新地铁线路就陆续开通了 像是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 随后重庆杭州等城市也不甘落后 一个个加入了这场盛会 人们对地铁的向往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几乎成为了一种全民运动 那时的报端 挤满了关于地铁工程进展的报道 自立行间透露出满怀憧憬的心情 这个曾经低调的行业 似乎正在孕育着 成为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点的雄心 到处都是一派祥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让所有人为之沉醉 然而就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 一股暗流却正在悄然蚕食着地铁事业的根基 高昂的建设投资率先成为了冲击的先锋 让人们痛心疾首 以北京16号线为例 每公里的修建费用就高达惊人的12亿元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而漫长的建设周期 则是另一重大负担 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竣工 期间产生的利息支出 更是让地铁公司企业步步维艰 我们都清楚 一个公司要盈利 那必然得保证所获利润超过投入才行 然而北京地铁虽说每天的人流都很大 收入也高 但是跟巨额的投入比起来 却显得杯水车薪 地铁公司根本就顶不住 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 地铁的修建费用大概是一公里七亿元 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 有的地铁线路的修建成本 甚至还要高出不少 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北京16号线 每公里12亿的修建成本 成了全国造价最高的地铁线路 另外修地铁这事特别费时间 花个十年八年都很平常 这样一来地铁公司就得承受 好多资金方面的压力 想借款利息啥的 而且这可不是光砸钱就能修建的 真想修的话 得先做好好多前置的工作 面对如此高昂的成本 地铁公司的发展 可谓是步履维艰 阻力重重 昔日的辉煌随着时间流逝 而黯然失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迷茫 除了高昂的建设成本之外 巨大的运营成本 也是导致北京地铁巨亏的 另一大原因 当地铁修建好了以后 后续的维护以及运营 也是同样的费钱 像人工 清洁 电力 检修 以及安检这些方面 都得投入不少 从以往的财报数据来看 在2020年 北京地铁公司 光是人工运营成本 就有50.7亿 对于依赖大量运营和维修人员 24小时值守的地铁行业而言 这笔人力费用 可谓是沉甸甸的负担 因为地铁员工 信信地说 真是不敢相信 一年的人工开支 就要50多亿 这可是天文数字啊 但细想之下 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地铁行业属于特殊工种 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 远高于普通行业 加之运作模式遵循严格的班制 人力成本之高 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人工成本之外 像日常维护 以及电力这些 又花了53.95亿 作为特殊的交通工具 地铁对运营安全的要求 是极为苛刻的 任何一点小差错 哪怕就是一颗石头 都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 且一旦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造成的损失 都是巨大而无法估量的 所以地铁公司 得不停地做检测 更新 还有改造之类的工作 另外地铁逐渐会老化 好多运营维护的成本 一直往上涨 这些费用都是必须的 很难省下来 面对如此高昂的修建 以及运营维护成本 低廉的地铁票价 就显现十分的微不足道 长期以来 我国地铁的票价 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比如北京市六公里内 仅三元 最高也才十元 像这样的价格 地铁公司根本收不回运营成本 但地铁偏偏又是个 惠民的工程 是为了能让市民出行更方便 所以票价定的特别低 于是这个低价位 让地铁公司的经营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但是作为一座城市的面子工程 再困难也得继续经营下去 所以地铁大部分的亏损 实际上都是靠政府补贴 每年政府都会拿出钱来 专门给到地铁公司 而且还会有好多福利政策 像降低税收了 贷款利息降低之类的 事实上 中国地铁跟发达国家比 确实不撒成功 投入和铲除差距太大 好多地方政府都觉得压力山大 有些城市的地铁 甚至都干不下去了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地铁作为通勤方式 好处明显比坏处多 它的优点 能把其他所有交通工具都比下去 所以 要想在我们国家更多城市修地铁 让线路更密 站点更多样 那就得赶紧加快中国地铁的商业化进程 有关部门得让更多的社会力量 加入到地铁项目里 招商引资 这不肯定得走 此外 我们国家的地铁 一直秉持着低碳环保 绿色节能的理念 这对各个商家挺有吸引力的 虽说每年都亏不少钱 可换个角度看 中国地铁每年的乘客数量增长得挺快 差不多每年收入都能涨10% 这意味着中国地铁当下是亏得多赚的少 不过从长远来讲 只要有正确科学的政策来引导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好转 致天也emeント欧 bul着的币 吃盐